大人民宅塌陷來到第六天 不過現在受災戶們 最關心的問題 就是他們何時可以回家 但這得回到最基本的關鍵 家園得重建才能回得了家 過程中 從一開始基態建設 給的合作新建意象書 到後來又變成市府主導 公辦都更 搞得大家無沙沙 訊息四面八方而來 到底該聽誰的 選擇是還要跟基態 這個合作 那我們往後的工程 一定會加強所有的工程品質 我覺得建讀 那如果假設 這一個我們的受災戶 願意交給台北市政府 我們還是會用公辦都更的部門 來近視的來辦 十三號北市府 就要和受災戶面對面 其中也會討論到 現在他們的意願 到底傾向哪一個 家園重建是一條漫漫長路 2016年台南圍觀大樓 因為地震倒塌 造成一百多人喪命 最後是由受災戶 自辦都更 台南市府從旁協助 挑選适合建商 善款補助1.6億 剩下的是向銀行借貸 重建完成命名出雲居 相隔七年 今年才入住 這回大直塌陷 也能比照這模式嗎 因為他們舊有的 跟基態也有相關 簽訂一些預想的話 對 那可能如果自辦的話 可能會對於申請 實施者 可能會有比較衝突的意見存在 所以他現在進行公辦都更 的方向看起來是正確 一來市府可以協助 領選出建商 也可以對受災戶的相關權益 在都更審議程序 和訂定計畫的程序 向詐以爭取 但這些前提 還是得看住戶們的意見 除了市府協助之外 後續如果希望中央給予支持 也會做最佳後盾